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财蛮小青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 说现阶段到底能不能买房 很多地区的房价都降了 现在可以抄底了吗 因为每个城市的情况不一样 我没法统一回答 今天就来教大家一些判断楼市底部特征的方法 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城市判断一下 就知道现在能不能买了 判断楼市是不是到了底部 我们可以看这三个底部特征是否出现了 分别是政策底 市场底和价格底 先说政策底 政策底的特征就是利空出境 利好待出 楼市利空主要指的是限购 限贷 限价 提高首付比例 交易税费提高 土地流拍明显等等 而楼市利好主要指的是放开限购限贷 降准降息 降低首付比例 土地供应减弱 部分楼头开发商拿地明显等等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所在的城市楼市调控政策一直在加码 房贷利率上调了 有大量的土地流拍 就说明到了楼市利空的时期 等这些利空现象逐渐消失 反倒是开始出现一些利好的时候 说明政策底快到了 可以准备买房了 其实我国的楼市是非常典型的政策市 每一轮大牛市都是先有政策推出 再有成交量的变化 最后价格上才有体现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规律判断一下 再来说一下市场底 市场底又叫做成交量的底部 我们主要看二手房 也就是说只要二手房的成交量明显的降低 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 并且开始出现反弹 就说明到了市场的底部 最后是价格底 价格底很好理解 就是价格的最低点 我们只需要在市场底出现后 在现有的价格上狠狠的砍上一刀 基本上那个成交的价格就是价格底部了 其实每个城市的节奏都不一样 现在上海和深圳已经到了市场底 很快会迎来价格底 有合适的就可以入手了 而全国大部分二线城市的市场底还没有看到 不着急买房的可以再等一等 顺便以及再到市场底部 我去来的门